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國家主席習近平繼續歐洲訪問行程 在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受到熱情接待 在塞爾維亞停留的時間雖然不長 但在當地過萬名的塞爾維亞群眾走上街頭 烈烈歡迎習主席到訪的場景 內地傳媒都形容場面震撼 要知道塞爾維亞全國人口只有800萬人 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人口更只有168萬 有過1萬人走上街頭 都算是塞爾維亞總統姆士奇當選的群眾集會 人數可能也不會有這麼大的陣仗 姆士奇陪同習主席去到政府大廈平台 大廈的廣場上 有1萬5千名的塞爾維亞民眾揮舞著中塞兩國的國旗 對習主席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習主席向歡迎的人群揮手示意 而新華社的報導就形容廣場上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官夫聲音此起彼落,久驚不適 專門前來歡迎習主席的塞爾維亞市民托西奇 就向中國媒體表示 場面這麼盛大,在塞爾維亞十分少見 我們看到習主席感受到兩國友好 我們想讓中國知道塞爾維亞有多麼珍惜這份情意 這不是我個人的想法 而是大家共同的心聲 而習主席在與武士奇總統會談之後 共同會見記者的時候 專門提到了這一幕 他說:「我為那個場面所震撼也深受感動 兩國元首共同宣布深化和提升中菜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構建新時代中菜命運共同體 在訪問期間兩國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 28份合作文件 從天上到地下全方位的合作和支持 值得留意的是還包括了媒體、體育、司法等軟件方面的合作 還有就是韓太等高科技領域都有 穆斯奇和夫人塔馬拉在貝爾格萊德和平別墅 為習主席和夫人彭麗媛戰行 兩國元首夫婦一同前往露台上 跳望貝爾格萊德的使用 穆斯奇向習主席介紹了貝爾格萊德城市歷史和近年發展變化 感謝中國企業和工人為塞爾維亞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 作出的重要貢獻 穆斯奇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近年來中國快速發展、大國地位和作用 倍受尊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黨 在這個過程中習主席的銳智、戰略眼光和卓越的領導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國不僅致力於自身的發展 還幫助塞爾維亞等其他國家共同發展 塞爾維亞方面願意繼續和中國加強合作 為實現各自國家發展的夢想共同奮鬥 這就是他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衷 強大的中國絕對不是世界的威脅 中方願意和包括塞爾維亞在內的世界各國加強合作 共謀發展 習主席感謝武士奇總統和夫人給予的盛情款待 他說這次訪問雖然時間較短 但是非常愉快也很感動 再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訪問內容豐富意義重大取得了圓滿成功 中菜鐵桿友宜具有堅定民意基礎 他期待與武士奇總統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共同努力 書寫中菜關係的新篇章 引領中菜關係與新時代中菜命運共同體建設 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國人民 武士奇之前向中國媒體透露曾經15次發出邀請 希望習主席訪問塞爾維亞 因為習主席是真正的朋友 而為了迎接習主席的訪問 據說在國宴的賽單上也修改過三次 在習主席的專機進入到塞爾維亞領空時 有兩架軍機護航 而在專機離開貝爾格萊德時 塞爾維亞空軍的戰機再度升空護航 可以說是以最高的禮儀相送 而轉到匈牙利訪問時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夫婦 也親自率領外長西亞爾多等政府高級官員 熱情迎接 歐爾班對習主席夫婦說 歡迎你們來家裡 我們感到極大榮光 而在5月9日上午 習主席和夫人彭麗媛 坐車洗達布達皇宮內庭 匈牙利總統舒尤克夫婦和總理歐爾班夫婦 在下車處熱情迎接 由總統和總理共同主持歡迎儀式 匈牙利方面也以超高規格禮遇歡迎 可能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政客眼中 認為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領導人的做法是過分熱情 不過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都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的歐洲國家 從過去十年的發展來看 這兩個特立獨行的歐洲國家 經濟社會得以發展 和普遍歐洲國家 經濟放緩甚至是停滯的情況 可以說是大不相同 前南聯盟資訊部長格蘭馬蒂奇 早前接受內地觀察者網的專訪 其中有一些內容值得留意 他認為近年來西方勢力一直在試圖阻撓中賽關係 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 甚至在某些國家開展直接 或間接的反華輿論宣傳攻勢 儘管如此 塞爾維亞作為中國在歐洲 都忠實而且長期的朋友 始終都堅守立場 在這段期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塞爾維亞總統 武士奇之間的密切交往 和深厚友情 對於推動兩國合作 達到新的高度 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當前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中 習主席的訪問不僅意味著 中賽戰略合作的持續深化 更是對塞爾維亞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 政治和道義支持 而塞爾維亞方面 一再強調和中國之間的鐵桿友誼堅定不移 這個標誌著中國在歐洲 擁有了一個不可動搖的夥伴 他認為部分的西方領導人顯然是對於 到訪塞爾維亞深存抵觸 他們對塞爾維亞人民缺乏基本的尊重 甚至是視塞爾維亞為他們擴張途中的障礙 每當西方的高層領導人到訪塞爾維亞 總是帶著威脅和恐嚇 企圖迫使塞爾維亞承認科索旭的獨立 和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2022年5月 德國總理索爾茨訪問塞爾維亞時候的行徑 他說他竟然在我們的領導人面前公然要求 塞爾維亞承認科索旭的獨立 並且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更宣稱承認科索旭獨立是塞爾維亞加入歐盟的先決條件 他說這是德國領導人首次這麼明目張膽地提出這類要求 之後他就匆匆前往科索旭進行訪問 馬蒂奇就指出令人提笑皆非的是 同年11月索爾茨在德國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其中是這樣寫的 說聯合國憲章及其原則必須得到遵守 這涵蓋了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被視為另一個國家的後花園 這一點在歐洲 關於烏克蘭的情況同樣適用於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他說試想一下這位曾在幾個月前 對塞爾維亞領土主權提出迫百姓讓步要求的 歐洲國家領導人 如今就大談特談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性 這種雙重標準似乎已經深植於所有西方領導人的血液之中 關於中國和塞爾維亞合作在中東歐地區的影響力一時 馬蒂奇認為可以說 塞爾維亞是唯一一個能夠全面展示和中國深度合作 所帶來諸多億處的歐洲國家 正因為如此 西方國家對於他們和中國的緊密合作有一定的抵觸態度 中東歐國家普遍都希望和中國建立合作關係 不過由於北約和歐盟的機制性限制 他們難以自由地和中國展開合作 而塞爾維亞以及現在的匈牙利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因此擁有一定的自主思考空間 不會任由傀儡政客推行意識形態化的政策 他認為實是求是這麼說 如果中東歐國家渴望實現高品質可持續的發展 與中國的合作是不可劃的 塞爾維亞無需作出太大的改變 只需要堅持當前的合作道路 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無犯作用 從這次匈牙利和塞爾維亞兩國對 習主席到訪的重視和高規格的禮遇 有幾點的總結 這兩個國家的從政者不是一時衝動 也不是因為單純中國提供協助或提供利益 而是從他們國家長遠發展來看待和中國的合作 第二他們對前蘇聯的控制是很有抵觸的 但就並不會對西方政壇所擔憂的所謂中國影響力有反感 這是因為他們感受到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平等相待 而不是西方政客教師爺式的指令 第三這兩國的政治人物都經歷過前蘇聯時代 不會對社會主義制度有特別的好感 但他們深受中國式現代化所吸引 這是從制度上認同中國選擇的道路 這才是美國最害怕的地方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